五星期节目 大家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士光 好 在今天礼拜五 今天礼拜五收完盘之后 其实有很多重大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是大陆央行 人行逆全球的货币政策 反其道而行 在今天下午宣布 调高部分银行的存款准备几率 所以大家都在降息 搞负利率的同时 今天中国的人行忽然 开始调高了 这个存款准备几率 有点生息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大陆 可以做这样的货币决策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今天傍晚就要决议出来 就是英国跟欧盟的一个谈判 那目前的发展 是不是比较悲观 那最快在6月23号 英国会不会启动脱欧公投 这是我们过去两天 所谈论的事情 关于讲这件事情 货币政策 你会觉得跟股市有关 脱欧公投 其实跟股市也很有关 所以这个脱欧公投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或目前今天下午开始的 最后一天谈判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那根据跟这个礼拜一的国际股市 可能就会有影响的变化 那另外我们观察 今天日元再度出现走劲的发展 这一次这个安倍经济学的失败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变化 除了对于国内 目前整个内需跟外需的萧条 那目前日本 它在政治倾向 开始出现比较躁进性的一个动作 那更引发 我们观察到日元升高 可今天韩元创下了五年半的新低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点政治 就在于朝鲜的战争 为什么要按照日本的产经新闻 一月底的独家消息 预估在二月底的时候 美军就会对于朝鲜 进行外科手术的斩首行动 那为什么会搞成那么严重 那韩元在内外交迫 夹带的这个朝鲜的危机 我们应该怎么做一个观察 二月底 二八就下礼拜了 那美军准备好了吗 真的会有斩首行动发生吗 那亚洲股市要如何面对 我们特别请教四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教是台大哲学系的教授 院举正院老师 好 第二位我们请教政大学的 这个国安中心的老师 这个唐少诚 唐教授 好 第三位我们请教的是 资深财记者丁万民 好 第一位请教我们资深分析师 曾焕文大K 好 我们期金钱报 带您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